一世纪更干人 一世纪有那少朋友 来把船翻了 十九世纪中叶 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 正在欧洲方兴为爱之际 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 解脱他的秘密 宣告他的死刑 马克思在审视资本 这个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流着血的怪物时 一边用双脚把大英博物馆里的地面 蹭出两道身影 一边在构想未来社会的轮廓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 他只对未来勾画了一个蓝图 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 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 财富充分涌流 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 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 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退出历史舞台 1917年 阿弗洛二号巡洋舰一声炮响 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 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 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57.9% 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7% 这位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的普雷汉诺夫 坚持认为当时的俄国 只能继续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 他向列宁的挑战 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 然而 历史仿佛并没有淹没普雷汉诺夫的怀疑 十月革命后 列宁便采取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发展商品生产等一系列 看来是倒退的措施 这似乎意味着列宁并没有忽略 普雷汉诺夫的那个问号 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能不能跳跃商品经济发展阶段 铁腕的斯大林 在三十年代靠着剥夺农民 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 强行高积累 竟是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 反对他这种做法的布哈林 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 但是 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至斯大林逝世之后 苏联就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曾经被斯大林模式所笼罩的东欧各国 也或早或迟离经叛道进行改革 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 异军突起 率先冲出苏联模式 摸索自己的道路 紧接着匈牙利 波兰 捷克等 也都走上了风云变幻的改革之路 历史仿佛把普雷哈诺夫的疑问 重新提了出来 但是 历史并没有倒退 而是人们超越了它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 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 这个带着满身伤痕 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 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 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 与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得多 艰难得多 今天 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 改革并不仅仅意味着 红熟换蒸馍 光棍娶老婆 并不仅仅意味着 彩电兵线和增加工资 似乎也不仅仅是 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呢 改革在更多的情况下和更深刻的意义上 乃是一种文明善变的巨大阵痛 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 是一个需要我们这一代 甚至今后几代人做出牺牲的艰难历程 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 要么让我们的古老文明永远衰落下去 要么促使它 获得新生的机制 无论怎样 我们都无法推卸这历史的责任 十年前 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离墙 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在穷过度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 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 是多么惊讶地发现 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 竟那样发达 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许正是这个强刺激 让我们又捡起了一个已经淡忘了多年的老话题 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 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 不必去说它了 但即使到了一千年前 文弱的赵宋王朝 中国的经济 特别是城市商业 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 当北宋汴梁和南宋林安 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 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 充气量也超不过十万人 难怪维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 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 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 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 历史偏偏更钟情于 他那远在地中海的故乡 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岩的小村落 发展起来的维尼斯 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 他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 一个商人共和国 公元1160年 维尼斯政府向市内的商人 借了15万银马可来发行公贷 这在全世界破天荒 第一次把一个政府彻底变成了一个公司 而维尼斯的公民成了政府的债权人 当商品货币关系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关系时 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也就成为不可抗拒的了 然而维尼斯的商业精神 是连莎士比亚都诅咒的 因此直到500年后 英国才出现银行发行公债的做法 而在中国恐怕要完八九个世纪 才会懂得这件事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